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26号国内再度出现零确诊的好消息 就有手工艺品及驾鸡业者趁势推出优惠活动 只要名指和嘉玲同音出示证件 可以兑换一条手链 还有一份免费炸鸡 有业者更是加码 让医护人员消费想八成约会 感谢他们在抗疫工作上的辛劳 为了庆祝零确诊 除了饭店推出寻找嘉玲活动 现在有越来越多业者来响应了 像是花莲市这家一品店 为了庆祝26号国内疫情再度出现零确诊 特别推出了嘉玲专属优惠 主要你的名字应同嘉玲 出示证件可以免费获得一条市值千元的手链 这个送给你 谢谢老板 希望台湾每天都嘉玲 很开心叫嘉玲很荣幸 然后刚好这个疫情 也希望他能够嘉玲嘉玲一直下去 然后看到这个连续三天 每天都嘉玲嘉玲嘉玲确诊 对然后想说 反正这些东西也都是滞留 因为没有客源 那就办个这种活动 然后让大家更注意 希望这一波嘉玲的公式可以一直下去 老板 我是嘉玲 有 有叫嘉玲就有免费送炸鸡 来到这家炸鸡店 老板把裹好 炸鸣的肉块丢进油锅 发足知识作响 没多久 炸鸡就变成金黄酥脆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而现在只要你叫做嘉玲 出示证件可以免费获得一份 来 炸鸡好咯 谢谢老板 谢谢 对啊 因为自从临确诊之后啊 我的赖就一直想啊 他们都跟我讲哪里有优惠 因为那种说叫嘉玲的就有优惠 不仅是名字阴红嘉玲才能享有优惠 连医护人员也可以享有八则 现在目前都是台湾是零确诊 希望说推出这个活动之后 台湾可以延续下去就是零确诊 许多业者抢搭零确诊风潮 除了让民众在苦闷的防疫期间 获得一些小确幸之外 也为第一线人员集气 希望确诊人数持续加零 借徐丽琴花莲市报道